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 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逢星期一至五 黃昏六點到八點 不扮高深 扮求均真 啤梨漫步 節目主持人 啤梨 林匡正 主持人 啤梨漫步 推翻了國安平 現在對於星期五就要上庭 對於啤梨漫步伐 那個 你自己擔不擔心的結果 會不會 其實都怕有機會被推翻 還有其實你會不會有些什麼 宣誓那裏其實你說你會加插任何的東西 但其實會不會有其他行動 第一宣誓那裏就一定不會加插任何東西 包括了 sorry sorry 宣誓那裏我一定是不會加插任何東西 也都不會有任何的行動去做的 我會是很恰當地去做好我的宣誓 至於湯家驊剛才講的說法 那我自己就會覺得 我已經是講了我當時行動的原意 是希望這個人大常委和香港政府尊重基本法的原意 那我沒有辦法代表法庭去講究竟他們的判斷是怎樣 那我只能夠將這些事情留待法庭去判斷 那你的態度會不會是積極或者正義 還是都覺得一半一半呢 很難說 因為我畢竟現在都進入了法律程序 我覺得就很難去說那件事究竟 會最後是怎樣的結果 我只希望法庭能夠按照我自己本身去做的想法 來作出公正的裁面 好 好 到第二節了 其實這一節原本我打算做第一節 誰知道現在就沒辦法 退回到第二節 你看看剛才歐羅軒的事情 嚇到賴屎 你看看他樣子好像超級市場高買 被人捉到的年輕人 你死定了 我一定報警 你有沒有信心給我一個正面呢 這些我很難代官說 你會不會加插宣誓的東西 我一定不會加入 你看看這個人 第一件事我講當然嚇到賴屎 第二個形容其實就是 旭敏一路說 就是有得入雜屎都會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首先當然建制派有人去申請司法賴屎 黃大海 總之就是田屋咀 他說他當日有唱什麼城邦 戰勝歸來 我要這樣說 如果他真是最後被DQ 楊繼昌就真是第一大功臣 因為這首歌就是他搞出來的 然後又為了歐羅獻唱 我真是想說 如果現在歐羅可以賴屎 楊繼昌真的要佔至少超過一半的責任 如果你是這麼想進去做立法會議員 你為甚麼黏著這些瘋子去做呢 然後你楊繼昌一生人一事無成 最大的功績就是DQ了歐羅軒 我想這個世界都會記得你一年兩年 現在的問題是甚麼呢 現在的問題就是 一 現在的司法複合就進行 選舉程序就進行 第二就是建制派就說 其實我沒有甚麼留意 我真的沒有甚麼做功課 這個要承認 就說他們會故意在宣誓的時候 就不出席會議 就搞到留會 可以嘗試這樣 然後呢 留到那個判決出來先 那我就看兩件事 第一 那有些人說我也不知道 他說現在那個立法會 不是說20人就已經可以繼續會議嗎 如果是這樣 其實泛民也有20多人了 已經不會令到他留會了 所以建制派就說 不是的問題是 反過來他們怕甚麼 我不知道你怕甚麼 好了 第二件事當然 其實呢 我也是再說一次 我真的要很有信心說 就是我拿一千元出來買人民超市 買MHK超市的東西送給大家 只要歐羅軒會被DQ 他在任內是不能做立法會議員的話 我就拿一千元出來 不要拿一千元 拿一千元出來 就買東西給大家 你會不會 當然不會 我拿一千元出來做蛋 我很累 我們又倒一餐飯 好 又倒一餐飯 你繼續輸給我 退退兩餐飯 去盛飯 去盛飯晚上吃 叫網友來 幫網友自費 因為我看了今天譚耀宗那句說話 也不下去 等一下給你分析 我先說了我的看法 唉 人家中共讓你入閘 那就沒有理由 就會入閘才DQ 你想想那個時候 多容易DQ 只要選舉指引寫一句 你有什麼問題就已經DQ了 對於管治的威信打擊是最小的 你現在被他已經入閘了立法會 甚至有宣誓 你先DQ 你對林鄭的管治權威 我自己覺得那個影響很大 不過不要緊 我等一下都聽你說 因為你試次都猜中 沒有人錯 我衷心希望 你猜中 我衷心希望 我可以再請林鄺證 雖然我已經欠了幾頓飯 還有我希望 可以買1500元的MHK超市的東西 送給大家 立此為證 歡迎追訴 好了 先說一下歐樂軒 當然他都猶了底 你剛才看到 他的樣子很像 最不堪的是什麼 剛才那個片段都沒有說 因為他在電台節目說 他說他希望 他已經是將會 完全遵照 這個政府要求的宣誓儀式 進行這個宣誓 就希望建制派 高台貴手 出途 是不是 你繼續說 喂 你老美 我選你進去幹什麼 我選你進去 不是為了你跪進去 拿狗皮的工資 我選你進去 為了你守護香港 守護香港的民主 法治 自由 人權 然後你這樣 我剛才也說了 當然我不知道 是否正確實是這樣 就算沒有建制派 照理立法會的宣誓 過程 都可以回來 宣誓的過程 都可以 照理進行 我當不是 如果 最好網友幫我查 我當不是 現在 當真是建制派 不夠人出席的話 宣誓就會 流 流就流 所有的立法會會議 都要在這個宣誓之後 才可以繼續進行 宣誓是排在第一的一個流程 就是流會 就拉布 你流就一起抗爭 我們又在新的會期 選 委員會進去 不是跟你玩過 從來的立法會就是這樣玩的 建制派要流會 最歡迎 你最好天天流 怕你不流 民主派要合作流會 就是當這個多數的暴力 在立法會出現的時候 你泛民作為一個小數派 就有不同風水的抗爭 最好流會 最好就是跟你玩得盡 天天就在這裡 只是搞這個宣誓 就搞到什麼意外都不審查 這個就是最佳 我就拍手了 你泛民就做 你看看歐樂軒這個沒膽鬼 歐樂軒這個泛民 乾弟說什麼 他說希望建制派高台貴手 高台貴手的意思就是 讓他可以跪著進去這個立法會 然後我反過來問大家 就是當一個所謂的政客 或者政君 他為了進去立法會 可以放棄他的腰骨 跪著 不是向立法會 不是向香港市民 是向建制派跪球的時候 是為他自己九萬多份量而已 你說日後當有一些政治的議題 是跟他個人的利益有相符的時候 他會先排誰啊 當然是先排他自己的份量 這些立法會正貴 就把香港人選他進去 你選一個人 竟然可以叫建制派高台貴手 首先你要說什麼叫高台貴手 就是人家是貴人 你才可以叫他貴手 他是貴手 你就是賤人 你的泛民規定 你的歐樂軒就是賤人 所以你才要求這個原本是無惡不作的建制派高台貴手 然後你告訴我 選什麼人都好 怎麼比選建制派 喂 歐樂軒告訴你 他就是最賤格的那個人來的 而建制派是貴人 是高級過他的 喂 依這個邏輯我就應該要投這個建制派 因為在歐樂軒心目中 建制派都是比他高一級的 喂 原來我還是再問香港市民吧 喂 你選一個竟然要向建制派貴手的人去立法會 他在立法會會不會為你捍衛你的利益啊 他連自己的月薪都捍衛不了的時候 他怎麼會幫香港人爭取利益啊 然後你那些立法會選人去覺得香港會更加好 你們是不是瘋了線啊 喂 所以說 其實這個呢 那些人經常都說 招土派啊 招土理論是不合理的 招土理論呢 是按鈕的 喂 現在有一個最強的論點 你可以反擊啦 我都沒想到怎麼搏啊 你就告訴別人吧 我們投泛民才是招土啊 你老明 歐樂軒才是賤人啊 我們特朗登投歐樂軒進去 就是要搞臭垃圾會啊 你讓陳嘉貝進去 反而建制派可能會更加好啊 可能令到香港救救 喂 我真的不懂答 又是啊 喂 現在這個 這個 楊岳橋 這個 這個 歐樂軒 就是黃絲一個 又一個 送進去立法會 被他們欺騙九萬幾一個月 計算這個 區議員工 十幾萬一個月 然後這些立法會 什麼事情在議會上都不會做 只會在 我跟其他泛民議員 有什麼事就在記者會 記者面前搏咪咪咯 說到自己好 激憤咯 今天又是民主最黑暗的一天 然後所有的法案 可以寫包單 一地兩檢 國歌法 甚至日後的網絡 23條 全部都會過 沒有一個他們會守護得到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不肯做事的 然後你們這些混蛋 就是投他們進去招土 那我真的答不到 我真的要給我一點時間 我真的馬上冷靜 只要泛民主派的支持者 即是那群黃絲左膠 你們告訴我 其實你們才是真正的招土派 我馬上收肥 向公眾道歉 因為你們的確是很有道理 而我暫時都沒有想到 有什麼方法反駁 你說就行了 現在很合理 你們正在做真正的招土 我現在才反過來 做了那些投票的人 如果我投建制派 當然我也沒有投票 如果我現在是投建制派 我可能真的反過來 我是含淚投票 哇 就是我的垃圾 這個陳家貝 但是沒有辦法 他比歐樂軒更好 唯有投他 現在是這麼折磨 你們這些黃絲 都不覺醒呢 還在說那些話 其實跟當年派錢沒有分別 派錢是說了足足七年 我真的覺得 胡志偉最近接受的 什麼《線報》 還是不知哪個 香港01訪問 說了幾人得氣 他說 林鄭這些人 就是不想抑任何香港市民 所以他堅決不派錢 你腦袋也是早幾天覺醒的 二十幾天之前 你還是反對派錢的 香港很多黃絲作家 都是堅持退稅 比派錢好 其實是一樣的 我再說給大家聽 這個派錢的論述 就是跟焦土的論述一樣 現在黃絲過的都以為 是啊 我們是對的 你們焦土就蠢了 你們現在焦土 其實沒有香港人會支持你們 你現在焦土 只是令香港更壞 跟當日你們反對派錢的態度 和論述是一樣的 我已經告訴大家 我對歐樂謙 對任何本土版有六點的要求 我對於現在泛民有六次 因為他們不出席投票 反勝為敗 他們沒有辦法在現有的議會制度 監察到這個議會 你選他和不選他進去沒有分別 沒有人回答這些問題的 你只是在逃避這個現實而已 而我現在就只能教你一招 如果你說你是焦土派 我就沒有發聲 因為這些泛國威 歐樂謙 楊岳橋 郭嘉琦 一堆公民黨 一堆垃圾的民主黨 梁耀忠 有誰不是垃圾的? 沒有啊 莫乃光梁 有誰還沒罵過的? 我從來都說只有兩個人尊重 一個是萬必 一個是朱凱定 而朱凱定也被你吵得臭了 你知道嗎 現在吵朱凱定那些人 比本土派更狠狠 無敵神區你都要讓路啊 但朱凱定那些都是議會外的事 是議會外的權盜 你們就這麼熱衷 在議會裡面的人不做事 你們就不民不民 你們對於那些拆你們民主派大台的人 又說人家分裂民主派收共產黨錢 對著一個貴球建制派的人 你們竟然覺得是對的 忍辱負重 你老闆 忍辱負重 不如進入建制派 你進入社民建聯 改造民建聯 那你就真正的忍辱負重 忍辱負重 通過了一地兩檢 通過了高鐵撥款 通過了網絡23條 你就真正忍辱負重 到時候沒有人會DQ你們了 但是現在都通過了 不是現在他們傳票通過 是不是更加威衰 那就是忍辱負重 你老闆 當一個人說他會忍辱負重的時候 你就知道在香港這一刻 他就是出賣香港的人 好 歐樂軒 不想浪費整個節去說 還有其他事情我也想說一下 首先有一宗新聞 是否有條片 的士佔中 是 是否有片 出片1的開放 是片1的開放 ignNA 的士罷媳 這位的歌 很像口面 原來是 我是自8時 我寧願一個是 埋附小少 我也 Mana 講話有文有路,大意林言 以為星期四早參與的士萬洗包圍政府總部的曹山 14年竟然是反佔中的活躍分子 有份參加拆除金鐘道路像 還涉打記者和刑委被捕 本身有商人案底的他 當時說支持警方清場 強調是自發出來幫忙,沒有收過一號 想不到三年多後他從右舊地 單就由撐政府變成鬧 我們收為一個前線司機 覺得香港政府是否八次已經死了 其實是否縱容這班Uber 我由的士開始很蓬佩的時間 我們不休閒到今時今日 我們開工已經開始 每個人撲撲找客人 看到有人客人原來是等Uber 原來除了是工聯會分會會員之外 還是親建制團體和深護港召集人 過去的星期日報選日 還在香港制廣場最極歐樂憲 就是 小弟弟 瘋了甚麼 你才說甚麼 你看見他在破壞香港 教壞小弟的人 小弟弟 瘋了甚麼 還可以參加立法會議員 感覺上是我的激憤 但你說粗口 錄完 你覺得會不會教壞小弟弟 小弟弟 瘋了甚麼 我和記者說了 我一多小弟很破壞 所以變成我是忍不住 他們用粗魚鮪魚 好,回來說,我想這件事很多網友都懂得分析 我很想避免做蔡子強、吳志森 難道我現在還說,他們現在被政府出賣了 當日反佔中,現在佔馬路 這些所有網友都懂得說 上星期日,他們仍然在追擊香港眾志之人 就知道他們都是打籠東的 有組織答應他們,繼續親建制 我們會繼續在建制內拆掉一些東西 然後他們今天就先在體制外 其實我們都要學習的 你看看別人就一召喚四十架的士出來 然後政府那些團體就要跪下一些 政府那些官員就要考慮一下 可能過幾個星期又要拘捕一堆Uber的人 這些就叫做體制內和體制外的配合 一方面有一班人可以在裏面碎到一些官員 一班人可以在海外施壓 但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就是他們說到沒有就有白手套 就是幫助政府去做一些事情 而我覺得他們最後都會被政府出賣 但他們都沒有辦法不繼續支持中共做的事情 因為有錢收 其實我據非正式的消息來源 今次其實在這個建制派選舉裡面 平均是用以億計的錢來幫建制派助選 所以今次輸了港島和新東 真的等於賭錢下海一樣 但其實都不是重要的 做這些白手套就很慘 雖然你有錢收 你最後的利益都會被出賣 對於今天另一宗新聞我想說的 就是這個 馮檢基向泛民大台控訴 就說趙家賢和鄭與錫 就是逼他退選幕後的兇手 不是我們說朱凱迪是直接的人 首先當然朱凱迪肯一定有關 其實我們一早已經收到封 鄭與錫就是代表了泛民大台的人去勸對他 而泛民大台的人當然最主要就是由那幫自決派組成 所以現在很多人就瘋狂地屌 鄭與錫和趙家賢 我就覺得不公道 雖然我覺得這個初選機制都是尋笨賊的 都是一個反民主的機制 經常都說 你們這些人經常都覺得 我們要對抗共產黨 我們一定要團結 團結就要犧牲部分的民主 結果就有幾個人負責 搞起整個初選機制 香港市民是沒有被諮詢的 結果就是這件事 就是很不民主 就是原本你們承諾的機制 都可以因為裡面幾個人而推翻 或者用不同的方式去逼退這些候選人 那朱凱迪說 機制以外都要確保勝算 不是啊 那你說什麼民主呢 都對的 因為朱凱迪這些其實就是左膠出身 就是跟共產黨一樣 就是用共產黨的鬥爭方式 來鬥爭這個政治嘛 不要緊啊 你做這些事 我都說我一早就揭爆了 從這個之前說的這個雷動計劃 我已經說了 根本就是肥佬黎的機制 然後由肥佬黎陰點一些候選人 然後你們跟著去投 不要緊啊 但問題是什麼 你輸了嘛 就是你搞這麼多事情 破壞了民主精神 你幾個人就操控了整個機制 然後你又可以用不同的壓力 你逼退了候選人 結果你是輸的 那就就是告訴大家 你們這些藍衣服 不要再搞這些事情 你們的泛民大同就是要拆掉它 我也不明白 到現在的人還是覺得 唉很多民主運動要由上而下 要有領袖 喂有領袖的 那個初選機制 那結果怎麼辦 結果你就輸了 喂 你老美 如果你搞一件事 是要犧牲一些民主的成分 是要引入一些獨裁的元素 令他們團結一致 但如果輸了的話 你就不要再搞了 還要四分五秒之後 然後我再警告這些立倫殺 包括香港的市民 你就不要再搞什麼雷動計劃 你就不要再用民主大台的名義 去迫害一些沒有權沒有勢 沒有背後政黨支持的候選人 因為這些就是你付出了代價之後 都仍然失敗的結果 好 這一節就到這裡 好 又來到香港馬照跑的時間 瞬間跑一場是魔法五二贊助的九龍皇帝杯 是1800萬的賽事 馬上看看我這場深水的馬仔 我自己就看好四號的帝女花 這是長勝將軍 跑到贏 另外六號仔的馬譚新星小學雞 都不容忽視 分分鐘比豬肉佬那麼老的馬 咦 所有馬仔進入閘了 準備就緒了 一開閘的時候 放頭去豬肉佬 接著有黃腳粒 之後是帝女花 龍虎武師 小學雞 石油氣仔 每隻馬都馬不平體 不容有失 轉入這個爆炸彎 黃腳粒扣了繩 想由外檔 由內線進去 但被龍虎武師失主的位置 真是老馬有火 石油氣仔 因為附綁過重 搞到大墮後 進入最後直路 還有幾百米路程 豬肉佬開始發軟題 黃腳粒狂的聲音上來 外檔的還有石油氣仔 小學雞 起勢地追 龍虎武師首先衝過終點 帝女花和石油氣仔 帶兩隻馬叮噹碼頭 看來要看慢的才知道 看到了 龍虎武師後勁有力地衝過終點 石油氣仔拿第二 帝女花雪馬備只有第三 玩策略 鬥速度靠走位 香港馬照跑卓上棋盤遊戲 178元 一次過體驗 馬上store.mihk.tv 選購吧 佐好 請玩 解憑 evitar erei 解憑